我问一个问题吧 这个狗狗现在在你们俩之间 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 有狗没你 有你没狗 还是可以共融 我反正我觉得 我跟那个狗待不了一起 有狗没你 是这意思吧 你选一个 我选不出来 我觉得狗有时候还比它好呢 真的是 那也挺奇怪的 你选不出来 你把狗送到朋友家去养了 那后来我觉得我狗狗 在我朋友家那儿过得不好 因为那个医生说 我狗狗不能给它吃人吃的东西 不然的话毛毛会变 我去朋友家看我那狗 然后就毛毛变成那样 我特别心疼 我想带回来 让它死活不答应 你喜欢小动物吗 我不喜欢狗狗这种的 好 如果你女朋友说 我喜欢一个狗狗 它让你买一条狗狗送给它 你会吗 我觉得我比较难接受 它就吃那口甘醋 然后就因为前男友的狗狗 然后就老吃那口 所以我说这个问题 就可以摆在那了 除了这个狗之外 还有什么让你们不愉快的 我觉得它就是那个性格 就特别的内向 然后我就特别外向 然后那种内向的人 发火的时候 就感觉特别恐怖那种 我那次东西丢了 就行李丢在那个出租车上面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着急 然后跟他打电话 我说你过来帮我找一下 我箱子不见了 我想要的就是 他能安慰安慰我嘛 然后他挂完电话 就过来了 过来就给我 披头盖里骂了一顿 死人还削不关财了 你这么大一个人 他就这样指着我鼻子骂 然后我就觉得太恐怖了 当时给我吓着了 他从来没发过 那么大的火 然后就给我吓到了 我说不就丢了一个东西吗 你帮我找找就行了呀 根本不是这回事 你骂没骂别人 我骂了他 你为什么骂他呀 那天他要回老家 我就挺大早的 就去帮他收了 然后把他箱子给提下来 送到了车子上 然后给他叮嘱了 你到了车站 把东西拿好 别丢东西 然后马上上车 结果十分钟不到 电话就打过来了 然后就说 我的箱子不见了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生气 我就想到 我不是刚刚才跟你说了吗 要拿好东西拿好东西 然后过去就带他去警察局 去看监控 结果他可潇洒 他下了车以后 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根本就没有箱子这回车 丢了就丢了嘛 那怎么着啊 因为 找不就得了吗 你骂他 因为他天天都会丢东西 一会儿又丢一个东西 一会儿又丢一个东西 就昨天把包丢了 算了不说这事了 往下说吧 还有什么不合吗 他又经常叫我做一些 我做不了的事情 比如说 他特别喜欢吃辣 然后我又不能吃辣 然后他就把那个火锅的里面 底料的那个辣椒加起来 然后递过来说 你把它吃了我就嫁给你 然后我就吃了 他嫁没嫁 他也没嫁 而且我嘴巴肿了一天 没有 他嘴巴本来就大 他非要说是肿的 你现在看他的嘴巴 也那么大一个 那肿跟大 不是一回事嘛 不是 你为什么让人吃辣椒啊 我觉得就想让他挑战一下 他不喜欢特别不特别排斥的东西 因为我却吃辣 他一点都不能吃那种 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人家呀 时间还没到嘛 没 那你不是忽悠人家嘛 就是挑战一下 就挑战一下自己底线呗 你还挑战他过什么呀 他就特别喜欢用这句话来说 我就特别累那天 他叫我把他从这边 背上楼梯 然后过了天桥 背下去 然后说背过去就嫁给你 对面背 我背呢 嫁没嫁 没有啊 爱上两回道你看看 哎呦 你干嘛呀你 我就想挑战一下他 我觉得他的生活太顺了 我就觉得 哦 你要给他挫折教育是吧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对 我背女朋友也不算什么啊 你愿意不愿意 我愿意是愿意 我 你回答我啊 很累当时 幸福吗 知道你还不是背了 幸福不就行了吗 反正也背了 别着急了